今天就带给大家两款在网上最有讨论度的两款新车 分别就是这个2022款的全新 Brudua Elza 还有我自己的这台 Brudua Activa 这样这两款车的价位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这样这两款车要怎么样去选择它瞄准的市场定位是谁呢 这样今天我就请来了特别的嘉宾 就是来自 Auto123的 Jayden 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就是有两个 Jayden 在现场 就是 Jayden 还有我是小杰 OK 首先 Jayden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买 Activa 时候这两次是没有出的 肯定还没有 连消息都没有 就那时候这辆 Activa 出的时候是三月嘛 我各一个星期我就去booking了的 但是等车我等了八个月嘛 这个八个月过后我也是有听到这个 Elza 一点点小消息的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看到整车就到今年才有咯 然后现在后悔咯 有一点啦 因为讲真的这个你看车头赢了 车头就已经赢我九条街了 真的是 尤其是这个加了这个 Body Kit 的这个 Gear Up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 真的是霸气很多 真的 这个 Gear Up 跟你的那个 Gear Up 比咯 我的是还 难以形容啦 我的那个 Gear Up 就好像缠雷街这样子啦 真的啊 就全新的这个 Elza Body Kit 的 Gear Up 工程师 终于有在做工了啦 之前好像卖弊那些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审美观 那个钱花到不值得啦 不值得啦 所以这个 你们如果购买这个 Elza 的话 这两千五百块是值得上去的啦 真的是帅 很好看 真的是帅很多的 江姐都我问你哦 你那时候买这个 Activa 多少钱 我买这辆车的时候是 Before SST 所以是六十六千六百块的 所以现在是贵了啦 跟这个差不多哦 是差不多 现在更接近 因为现在有了 SST 这个 Activa 的 H 版本啊 它是要价 67,200 令吉 也就是跟这个 H 版本的 Elza 68,000 相差 800 令吉 甚至哦 它的 X-Pack 最 low 才那个 62,500 一模一样一分钱都没有差别啦 只是 AirV 的话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 也就是这个 Activa 的 AirV 版本是 73,200 令吉 而这个 Elza 的高配版本就是 75,500 令吉 就相差大概一个 2000 令吉左右而已啦 他们的市场瞄准定位都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 就是来聊一下 focus on customer 的 requirement 是怎样的 因为毕竟这辆款车出来的时间已经 有一段时间如果我们做 普通的 Car Review 也是比较没有意思啦 所以我们今天只focus在 customer 是怎样看这辆款车的 是是是聊一下讲选 这样其实这辆款车它的唯一的差别就是 Activa 算是一个 SUV 版本 因为它的离地间线 只有 200mm 的 这个 160 令吉左右 这个 160 罢了 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其实 Elza 的双身 甚至是三胞胎车款 在外国它有 Velox 它有 Avanza 它有 Xenia 其实那些都比较高叻 它都比较高 我知道 Velox 是 190 Velox 是 190 Avanza 和 Xenia 都有一个 180mm 左右 所以如果你看它甚至是其他品牌的同级别竞争对手 像是 BRV Expander 它们都有在接近 190 到 200 左右 所以这个 Brudel Up 的版本来到马来西亚就变成像是一个 Sedan 版本的这个 这个离地间线 或许我可以讲它是一个 Wagon 版本 很多人都可以讲它是比较 Wagon 版本 Elza 的最大卖点就是它的 Flexibility 就是 Activa 所给不到的 因为 Activa 的后排空间其实我说真的 它的后排空间真的是有点 limited 只是说它的这个行李箱空间还算是比较不错啦 但是如果你的硬益和这个 Elza 比的话肯定是没有朋友啦 比不到啦 甚至是我可以讲 你这个喜新研究 你的 Altiva 你一直在那边吐槽 我有一所以嘛 刚刚我刚才在前面有讲到它们两款车的价位差不多一样嘛 Le Bay Courant 是 但是它们的 Specification 上面都是真的 Le Bay Courant 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头灯组 这个是 Airby 版本的 其实跟我的 Activa 差不多一样啦 只是它比较 Short 它比较扁 而且我的 Activa 是比较大力一点啦 但是两个都是有 Auto High Beam 有 Adaptive High Beam 也是有这个流水式的 Sequential Indicators 这个鼓励你打 Signal 啦 不是鼓励你打 Signal 啦 还有 Welcome Light 啊 Welcome Light 也是有 Welcome Light 两者都有 然后这个 Fork Light 这边呢 两个都是 LED 这样这个 LED 的这些配置啊 都是在 H 版本 AB 版本都是标配的 甚至是这个 X 版本也是有这个 LED 头灯组 只是它没有 Sequential 也是没有那个 Fork Light 啦 只是我觉得这个 Elza 的前面这个 Bumper 真是好看很多 这个就是有一个好像 Aero 这样子的自行 我是觉得整个 Activa 最不好看的地方 就是这个 Aero 啊 如果它是用这种 Elza 的 Bumper 真是 我觉得好看很多了啦 就就很 Typical Prudua 感觉 这一个有 Toyota 的感觉 这个 Toyota 的一种 Elegant 的感觉啦 对 这样像是其他配置像是 ASX 3.0 两款车都是标配的 三个车型 XH AV 都是 Standard all across the range but AV 版有那个 Driving AV 版本就变成叫做 PSDA 就是它多了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然后它也是有这个 Link Keeping Assist 的 是是是 啊 Aero 版本 昨天我去 KL 塞车我 ACC 很开心啊 而且这个 Elza 的这个 Aero 版本也是多了一些比较丰富 它多了 360 啊 这个好用 它多了 360 所以这个 Elza 的配置真的是灰都准 而且我跟你们讲啊 它的 360 啊 我昨天往上我驾嘛 我 try 我开啊 我很轻 轻轻 真的轻 它的那个清晰度可以跟 Toyota 比了 真的 甚至比一些 Toyota 车管还要来的好 啊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然后像是这个轮圈的配置 这样这个 16寸 啊 16寸 Elza 是 16寸 因为它主打是一个比较 wagon 比较舒适的造型 所以它是以尺寸为 195 60 R16 配用的是 Toyo Proxy CR-1 所以它这个轮胎讲真的还是蛮舒服的 蛮舒服 我昨天驾从 Ravan 回来 很安静 然后我过弯 Handling 全部都 ok 而且这个也是蛮省油的一个轮胎 啊对对 Eco Tire 对对 它换 Tire 方面也是比较便宜啦 应该 260-280左右 你那个就贵咯 这个就贵很多 17 这个目前是应该是 Bruidoa 里面最贵的这个轮圈 因为它是17寸 而且它扩度也扩啊 它 205 60 R17 还有是 Bridgestone 而且它是配用这个 Bridgestone Turanza 的 T005A 所以和很多的绅士是 C Segment D Segment Toyota Corolla Cross 都用这个 Diya 我们有记错话啦 Tamry 都是用这个 Diya 后期换的话大概都要整450多块左右 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怎样去选择啦 因为毕竟 Activa 都是一个 SUV 车型 所以它轮胎 肯定是比较厚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Activa 它采用非常多这种防刮材质 这种 Hard Plastic 是是是 这个就是 Body Color 是美 这个美一点 是看个人审美观啦 我是蛮喜欢 SUV 的其实 在城市这样子开 SUV 因为它离地间隙高嘛 所以变成 比较放心的去过 像是你过一些比较窄的 Parking 你不用过 在城市里面开像是 KL 这样多洞的地方 Activa 也是有它卖点的 你终于讲到它好了啦 对 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它的车侧我觉得很好看 它的车头跟车尾这个腰线是对称的 它沿用非常多这种腰线 然后也有这种 Chrome 啊 这个 Chrome 也是有点缀到的 你是不是觉得它很长 是 就你看啊 哇 Marcham Marcham很长 然后昨天我去 KL 买东西 我听到一辆 City 旁边 最新款的 GM2 啊 一样长 没有诶 它比它还要短一点点 Elza 还比那个 City 实弹 它还短 Elza 还短一点 它比 City 短 对 还短了一个 30mm 因为这辆车它的车身长度是 4430mm而已 哦 那个 City 还比它长了一个 30mm 它是轴距长啦 它轴距有 2750mm 还长过 Civic 因为它要车内空间嘛 因为它必坐是 7 人坐嘛 所以它 View Bay 是比较长 但是它整体的车长是比较短的 所以整个灵活性上也是比较不错啦 容易 Parking 啦 诶 真的咧 你驾它 我看到一样长过我就很放心了 是 总之 City 过道路我也过道 实际车长没有太过长 非常容易的驾驭 你看我整个人爬进来就知道它后背向有极大 是的 就像我那里讲咯 它第三排放了 因为真的是很 SUV 啦 它放了比很多的 SUV 还要大 你看这 550L CRV 都没有 500L CRV 没有啊 没有 真的这个很大的 我跟妳讲一个小家庭用啊 非常足够 你要在半间家的 Ikea 都不是问题啦 哈哈哈 它下面而且它下面还有储物格 我们有记错了 储物格 下面有储物格 啊 是 你看 还有可以放东西 极好 而且很深下咧 这边还有 Jack 等等 这也是那些 Safety 啊 但它Speed Tire 就是在下面啦 这边转 啊 这边转 就那种 Pick up truck 的 pattern 这样 Pattern 啊 但是它还是 full size Tire 来的啊 Pattern 啊 所有车款都是给 full size Tire 来的啊 没有 我要讲一下啊 当你的 Tire pump truck 的时候你就知道很痛苦哦 这个东西 你在那边转 你要转很久啊 你知道吗 是是是 下面很难受啊 你很累啊 不过因为它要沿用它的 把它空间利用到极致啦 都没有办法 如果你有发现的话 这个第三排折下去的时候啊 它不是只是那个椅背是倾斜的 它是连那个 下面的那个座椅都会 sip 下去 都会下去 是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全屏的 所以这款车咯 你可以看到外国啊 泰国他们 菲律宾啊 的广告啊 就是 Senia 或是 Avanza 他们主打 Car campaign 啦 就是一家大小睡在车里面 是是是是 这款车真的可以了 因为第二排也是可以放倒 然后是完全是全屏那种 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整个人在后面 你要 长两个人在后面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懂 为什么你要长两个人啊 你有这样的想法了咯 就是讲 OK 所以进到这个 Elzer 的内饰 我第一个流口水就是 这个 Player 啦 你看到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还要很孙 很大信 孙到我觉得比 Yaris Peos 还要孙很多 那个那个不要讲了 那个 那个 7 寸嘛 6.6.7 寸嘛 我跟你讲不是你流口水 罢了我都流口水 所以这个主机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 顺畅度是非常的高 它分辨度也是很好 你看八派一样 像我们热到狗一样 然后它的整个反光程度 也是 比较不错的 是是是 然后其实我讲一点就是 其实这个 HB 啦 就是中配版本 它也是有 9 寸的悬浮式 只是它的9 寸呢 现在是用回 Ediva 的那个 一模一样 没有 Apple CarPlay 没有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的 只是这个 AV 版本 它的 layout 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它外面这个 layout 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 H 版本 就是跟我的 Ediva 是一模一样的 Layout 一模一样的 Empotable Screen 来的 这个我不懂 这个是 因为 我有去研究这个东西啦 AV 版本来 它这边就是多了 非常多的这些 Piano Black 还有啊 你看啊 Conect有 Apple CarPlay 虽然它有给 Apple CarPlay 但是它的线是插这边的喔 是我 我就是我猜 Apple CarPlay 就是一条 蝸蝸蝸在那边 你看 是你不懂啊 如果你载着我啊 你要放哪里 是 放那边啊 那边可以给你重速啊 啊那边啊 可是你驾车就危险了咯 是不是好笑 我也不懂要怎样放啊 它植物格很少 它这边又没有植物格 对它这边这样大搞哦 其实它应该做一个空而已 反而 Xpack Hpack 这边有一个植物格哦 我不懂为什么 Fussback没有啊 它要Attas一点 它要Attas一点 那是又Attas 然后你看中间这边才可怜 Yam Gong 你看 你看我 你看几样 我一个手掌罢了 啊 所以真的是 放不到东西 是我那天拿走 哇 显 这个空间 所以我Connect Apple CarPlay 难道我这边还要拆一个 Fone Holder 来 要不然我真的不懂放哪里啦 其实Activa的那个 人性化是比较好的 Activa的那个 虽然它没Andreto啦 它是Mirror Link 但是它的这个Cable的那个 Transmission 不是在下面而且它是有一个 电话的Trader下面的 它有一个防滑的 在中间的运动性是Attiva好很多 是是是 就算Mirror 它都比它大 这边应该也差不多 你看你很小 真的差不多 没有分别啦 它只是 你看它一样一样有那个 这个Cable Holder Toyota家族设计 家族是 Toyota 只是这边是Fix啊 这边啊 拿来中滑 所以的话这辆车的这个 Meter的话 其实跟你的车一样 可以说99%一样 只是它有一个多了 一个Layout 它多了 这个比较 蓝色比较多 这种元素的一个 是是是 For Elza的一个特别啦 难道如果 100%搬过来的话 就好像没有诚意了 没有诚意了啦 随随便便了啦 这个Sterring也不一样 这个Sterring 其实一模一样啦 只是这边 诶 Mivy Mivy好像是不一样啦 Mivy是不一样的 Mivy不一样 这个Sterring就跟Ediva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啦 只是换了这边 这边下面这个Chrome 就大搞了一点 这不是Chrome Pastic啦 Pastic啦 所以它这边也是 Chrome 这边有Chrome 这边很多Chrome啦 太阳照我现在眼睛痛 其实还好啦 我这边会耶 你看我这边 就 叮叮叮叮叮 其实这个比起之前 第三代的Mivy的Chrome 好很多啦 那个真的是 闪下你3000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 已经是算是不错 OK啦 而且它的Chrome 还蛮高级的 蛮高级的 真的有点 attest的感觉啦 还有一点就是 那时候我看照片的时候 还没有看到死车啦 我会这个红色啊 Leader 会开心喔 哇Bruidua终于有Leader的这个 结果 surprise了 结果 哇 诶 Hard Plastic 啊我以为就是有给我 Maroon 的Leader 至少你看起来爽咯 看起来爽咯 但是一摸下去 诶 这么这样的样子了的 又是 Hard Print下去的 你可以不要这样多要求嘛 7万块你要买什么 你本来讲真的啊 我的Activa啦 那门版啦 Soft Touch Leader 哦 中配都有Soft Touch Leader 这个 全部都是Hard Plastic Activa反而有Soft Touch 不用紧 Activa没有Carplay Sorry咯 你不要哭先 还有一个更哭哦 按下Button 你看看人家360 你车有嘛 你还可以换Angle 是没有啦 看到吗 是没有啦 但是我Barking skill 还是不错的 你不要讲一滴呦 所以你看到 诶 它还有一个Elektron Parking Brake 你的车也是没有 诶你车有吗 没有啦 Hand Brake 手操 人家还有Auto Hold 哎呀 Manual is the best 不是Manual 你不买Manual 你买CBT 这个椅子我觉得好坐 是好坐的 只是如果你硬要比较 Atewa的好坐一点 这个椅子是不错 我没有讲它不好坐 只是如果你讲它的包覆性 还有这个椅垫的厚度 Atewa可能厚一点 可能这个是亲人做嘛 因为它后面还要进口到空间嘛 所以它就把这个椅子 弄到薄一点点哦 可是做起来还是不错的 我知道肯定赢Mai-V 因为我们同事有两Mai-V 那个Mai-V我们驾 哇那个支撑性 Mai-V的话你很难set到一个比较舒适的 而且Mai-V的支撑性很不好 诶它支撑我半个大腿 可能是我大腿出啦 所以这个车的话如果你比Atewa的话 我觉得乘坐感受还是比较接近的 输一点点啦 输一点点 Atewa的那个椅子就是比较散 你感觉到有那种热系的SUV的感觉 这个就比较偏薄但是我觉得 无伤大牙你看它前面还是支撑到不错的 我的也是支撑到好 对只是说这个就 只是有上下 万年啊 Berodot万年都是上下 它不给你上前的 但是我这款车哦 Velogs啊 有哦 Velogs有 所以讲咯 这个就没有 这么Toyota有你不给 是吗 一样的车啊不是 Sitting position 如果你很在意的话你调不到的 而且像是我们这种嘛 腿比较长的人 就是比较减水的 讲到你很高这样 差不多啦 175 不是 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哦 坐在后面啦 翘脚耶 它空间真的是恐怖 它前面两个都是我们的标准坐姿 而且我们后面你看翘脚 绝对没有问题啦 真的是没有问题 其实坐三个人都是很熟的 这是中间就 可能要坐小置一点 坐小置一点啦 但它这边基本上它的 隆起是 突起不明显 一点啦 一点点而已 而且它有USB 有两颗USB 这边也是有 我们前面有讲到前面没有什么 储物空间嘛 但是后面的储物空间真的是多到啊 它前面不给你 它后面可以勾你 所以真的是一个Family Car 这边有一个 北架 这边非常多个Poket啦 大大小小Poket都有 而且非常深 而且门板这边 有一个 下面才有啊 两个北架 这边也是有一个放电话的 后面的门板真的是 它的空间就是很高啊 整个软体工学是很好啊 后面的软体工学是真的好 是 前面就是有点 减水啦 中间这边也是可以 把这个Armrest 你看 它是拉着条绳啦 把它下来 然后它整个 后时度是OK啦 是是是 两个人这样子做是非常舒服 有点 老板车的感觉 你讲老板车有点不低道哦 是有点不低道啦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一家四口的话 你买这辆车 你后面两个人做哦 真的是非常舒服哦 真的真的 下长途的话 这辆车 你是一家四口一家五口 真的是 非常适合的一款车 比起Atiwa来讲啦 因为毕竟Atiwa都是一个 五人坐的车型 所以 它不能像这个做到 前前到很前 后到很后 如果你是有 家庭的朋友啊 我觉得你是有装到baby car seat 这个好 啊这个好 因为你可以顶着前面 这样你的那个baby car seat 就比较安全哦 然后如果它后面的话 你要再多一点东西 你要用到那个 第3排 拉上来吧哦 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完全7 seat的MPV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 非常 宽裕的 五人坐 这样子我觉得你非常的开心 所以那两张椅子 你当作是saving啦 既然你储蓄这样子 你不一定要用到 但是你要用的时候 它有 你有 是 你可以 那句话讲讲 我们可以不用 可是它不可以没有 对 后面也是有冷气 而且是多尊的 多尊 你看 我前面 开着我关完 我关完啊 这边也是关完的 我开 也是独立的 它有独立的blower在里面 它有独立的blower在里面 但是它是没有的 像是豪华MPV 什么稳度啦 稳度啦 我觉得 哎呦不过7万块 你买这个 然后这边也是调整 Angle 可以吹第二排 这样你可以看到上面这边 为什么有两个好像飞机的flag 这样子 因为它是可以吹到第三排的 所以这个的话是比较实际一点的 而且它这个窗口 是可以下到完那种来的啊 它真的是 下到完 而且我讲真的 这个门板的声音啊 是目前 blower 车款里面 最设计的一个来的 不过 有一点我要讲哦 这个 静止开完不一定是好事 小孩子啊 这样就是 有些它们不装俏袭 也没有绑安全带 那危险 跳 所以这个东西 看人啊 真的是看人 所以爸妈要照顾一下啦 爸爸爸妈要照顾一下 如果是后面在小孩子 before 我们爬进去第3排之前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2排椅子 有几flexible啊 好料我跟讲 这个 你看到吗 这个开口其实有几大啊 坐进来 其实这个跟这个 Honda 的 Ultra 系 有一点像啦 有一曲同工不妙的 你看它这个地板其实 几乎是平的 是真的平 啊他们他们 Honda 讲可以在盆栽嘛 这个也是可以在盆栽 这还款你看 你可以把我想象成是一个盆栽 一个盆栽啦 在高高大大的东西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 你要在高高大大像是这样子的东西啊 你看 几好 这样子的东西 过分 我们前面讲前面可以做到很舒服 但是 你应急的时候 7人坐车行还是有在的 你看这两张椅子 我们两个 175 176cm 的 两个大轮转后面其实都是ok 没有讲到很压迫那种 蹲好像猴子这样子啦 这个还好的 其实 还ok啦 腿部空间其实还有一个拳头的 讲真的啦 前面算是标准坐姿啦 前面还算是有一个 一到两个拳头的这个坐姿 是是是是 所以这辆车来 你去个人家里坐其实是 还不错 还可以的 如果坐一到两个小时 你应该ok吧 反正你叫我回到去那种 你是ok的 确实是有感觉啦 其实是有感觉 头有一点点疯 因为它前面那个flap啦 像飞机的那个flap啦 它真的是有aerodynamic的 就是可以把那个风传送到这个第三排 其实有在的 是feel到头有一点凉凉的 对有凉凉的感觉 而且旁边你看了 那边还有power socket 电话 我放过来 然后还有power socket 后面的这个没有被遗忘的这样的感觉啦 是是是 所以如果你讲很多的 像是7人坐SUV的配备都没有像这个 这样丰富 其实我觉得 这样子的这个坐直来讲 7500 你还要险什么 你要坐7个人可以坐得下的 然后在空间真的是可以flap下来 再高高大大没有问题 再拼拼整整 Car camping都不是问题 最主要这后面这个headrest还可以调整的 所以这样子坐 还是ok啦 我的头是有点点的 而且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后面这个 椅背还可以调整它的倾斜角度的 可以你可以直 这个应该是最斜的 这边还有一个三脚窗 所以其实踩光还是可以不会感觉到雨车 不会讲好像在那种小黑屋一样 对对对对 所以这样子的空间来讲 已经是 非常的完美了 是 ok 所以我们现在跳进来这个Elza 先那因为毕竟我已经 难得还车我自己的嘛 所以那个 那个印象我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是我有驾过了 是 我相信你们 你们应该驾过很多次了 驾过很多次了 其实这一套 这个Elza的动力系统来讲呢 其实它和Myvi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真的是一模一样一样的引擎 一样的变速箱 只是说它的马力调价方面是多了 三个hp 还有多了 大概 七八个Nm 左右 所以我今天就 不是只是跟你谈这种spec sheet啦 因为谈spec sheet的话 每个人都会嘛 所以我今天就 跟Jaden哥来看一下这辆车的乘坐表现是如何 所以现在我们车上有三个大人在 这边 所以我70多kg 70多kg 然后 小姐姐应该是 50 40-50 所以这边大概只有150-60kg左右 所以这台车子的整个起步方面是非常的快的 我要讲的就是虽然它是和Myvi同样的这个引擎跟电速箱 但是它和Myvi那个真的是判若两人来的 完全是不同的人 虽然是一样的 血童 但是它整个characteristics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起步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啊 而且它不会有那种 CVT很 叫到很大声的那种 因为你要知道Myvi的CVT 我可以直接在这边跟你们讲 我很讨厌Myvi的CVT 太大声了 太大声 诶很够力大声了 真的太大声了 你的Artiva还好 那个Myvi是真的很够力大声 因为其实我还没有拿这辆车之前啊 我对这辆车 不是那么有信心的 因为我觉得 诶Myvi已经这样子了 这辆车还比Myvi众多一个150kg 是是是 又有多欺人做 是我 又再多一点人 这样这辆车会不会 没有力诶 去不到诶 这样真的是不会啦 因为其实我在驾Aktiwa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 诶Aktiwa的那个1.0 Turbo 是不错有力的 动力OK的 因为它 毕竟它的那个扭力都已经比较早的输出嘛 所以整个车子方面它起步是比较快的 然后我就以为这个DCVT 就是 比较配那个Turbo引擎 和这个NA不高啊 但是 它放在这个ELSAS方面又非常的高 就跟Myvi那个真的是 完全不同 只是说如果这台车子它的换挡节奏啊 就是如果当你去用manual mode 这辆车是有manual mode的 但是如果你这辆车上了高速我觉得是非常的稳啊 我可以说真的是这辆车啊它的comfort zone啊是比Aktiwa还要来的高很多的 是是 因为那天我去拿车我去Rawang拿嘛 Rawang回来我走那个Rawang Bypass啊那个高桥 我有一点超速啦OK我讲大概跑个150-160 这辆车都是稳的 稳的真的是稳的我一个人啊车是很轻啊 我跑150-160OK稳的 真的是稳 是稳 是我想哇这个DMGA真的是不错哦 其实这个DMGA它和那个Aktiwa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啊分别是轴距还有刚性方面啊 所以这辆车驾驶起来我一起步的话它的整个换挡节奏还是可以的只是说如果你太大力的去lop它的话 它还是有一点啊比较 粗暴的对待你啊你粗暴的对待它这样它也是非常粗暴的对待你的啊是是是肯定那个声音也不会讲悦耳到哪里去 但是如果我讲这辆车confort zone就像你刚才讲你超速了嘛 超速了嘛 是 我讲Aktiwa的confort zone大概是80-100 但是这辆车的那个confort zone啊 是大概可以去到110-130的啊是我讲confort zone啊可以这样讲 Elsa它跑着一个120-130在高速真的是 非常的稳啊真的是 我可以说它在这个100千以下的价格啊它以这样子的一个segment来讲啊 它的稳定性来讲它真的是数一数二了 我遇了很多reader会comment哎这辆车还是有很多轻薄薄的东西 多多少少还是会感觉到有的 它还是一个brudua 它还是一个brudua 75,000左右的车你就不要 对它有太 多的苛刻啊 你不要要求太高啦brother 已经给到你这样子的配备来讲你已经 没有的羊太多了了 所以brudua非常了解马来西亚的客户群体 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以这样子的配备我觉得其他的像是什么soft touch等等你就不要想太多了啦 是 他们也没有budget在做了 对对对对 我已经丢很多东西给你了 因为你要知道一辆车他们在研发的时候他们有一个budget在那边 他们把东西沿用在 底盘沿用在配备已经是这样子了 已经是limit了 如果你真的是要他家这样这样 卖到8-9万年级 卖你8-9万这样你买Vios还是买他啊 你自己都有心理答案了啦 是像这辆车讲真的现在卖着一个75,000 甚至是觉得中配的那个非常性价比 68,000的 68,000 就是比 Aktiwa 我的自己本身的那台Aktiwa只贵了800块 说是没有差别啦 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package来讲又有去人做非常灵活的这个乘坐感受 而且讲真的他配备方面和Aktiwa差不多 但是他的整个 刚性方面我是feel到他比Aktiwa还得的firm啦 所以来讲如果我要真的是选择一款70多千左右的车来讲 我会考虑这款车的如果我正在想 有一个小家庭的话 但是我们刚才有讲你看我们后排 真的是可以躺平 非常多的一些运用表现等等 一般的打工族啊他们要考虑一台家庭车 你不要expect每个人都有钱买什么 D segment的什么 Esteema Odyssey Alfa 是啦 所以这样子的一台家庭车来讲真的是 大众型的家庭车 人人都可以体验到MPV的这个特性啊 是 所以没有的讲来MPV就是一定要300千200千 就那么的attest的一个定位 像布鲁都要把这些 非常豪华的配备又有非常灵活的空间 搬到7万块左右 你还要对他有太多的苛刻 这样我就觉得你有点过分了啦 他的整个过弯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好啊 我相信你们也是看过 其他汽车媒体啊 上山表现 在Sepang表现 那些我就不要再讲了啦 因为这辆车的操控表现已经是 无庸置疑了啦 所以我们今天就纯粹是以一个 客户想要了解的东西是什么样子 毕竟这款车讲真的他的销量已经证明一切 一切了啦 不用讲了啦 会买人我看都不会去看什么听什么 总是我喜欢就对了 就是我喜欢我就下这个订单 因为 before 这辆车 launching 之前 已经是多张了啦 1万多张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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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launching不到 一个月就已经5万多张 所以你已经看到他的那个 欢迎程度已经到哪里了啦 这辆车 坦白讲 虽然我是 Activa 车主 这辆车是真的好开 但是如果你讲这台车 哪一辆起步比较快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 Activa 起步怎么样都会快了 一点点 因为毕竟他的牛对比特还是比较高 而且他Turbo 低扭 他在 2200转左右就已经可以 苏发一个140多牛对比特 这辆车你要踩到 15000转啦 所以当你踩到15000转 就是有这样的声音 肯定有啦 就是有这样的声音啦 所以当我们聊了这样多这辆车的差别也是我们 个人的看法啦 这是 所以你们也是可以参考一下 你们对Activa 或者是这个 Elza 有什么样的看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下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买这Auto123的Gaden 上来我的 Channel 这边和我一起 试驾车子 醉醉醉醉醉醉 所以呀 我们回到总结吧 所以这两款车瞄准的定位很明显 这款车就是瞄准一些小家庭 一家四口一家五口 对对对 而且有准备长期要结婚的朋友来讲 这款车是非常实用的 你要在一些比较大型的物件的时候 这个Elza肯定是比较好的发挥 空间比较好 对 而这个Activa 的话就比较适合单身人士 像是我这样子 我长期一个人开车的话 我开这个7人做车型也是没有太大的作用啦 因为5人做车型 我4个位都是高松的 Activa 来讲已经是 够我去使用 因为它已经有Turbo引擎 我觉得它的Resport已经是 非常的灵敏非常的快 因为我也是觉得这个Elza的这个 顺畅度也是非常的好 绝对是比My VF是匹配的 还要比较顺畅一点的 这个我觉得你应该也是 Agree 啦 完全赞 所以无论我们是怎样去批评这两款车的一些对比 其实都对这两款车的一些销量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Bourdua 最了解马来西亚人 所想要什么 你看 配置上全部都是马来西亚 Localized的 就好像你进去一个马来西亚的Coppy茶店一样 你所要吃的东西里面全部都有 而不是你去到一家法国餐厅 这个不按你口味这样子 所以这两款车都是非常 清确的瞄准 各自的定位 所以大家都不会打架的啦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邀请到 来自auto123的Jaden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也是可以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出去 也是可以订阅他的auto123的频道 我是Jaden 他也是Jaden 所以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